火力全開 去年12月23號專輯發行 1月20號專輯進行改版 然後到現在今天 你還記得你走了多少個通告嗎 其實通告11月就開始了 數不完 好多先錄的 加上因為今年過年特別早 然後所以Christmas玩 新的一年玩 農林人又來 所以全部都是除了宣傳 還有很多過年要日錄的 要錄的東西 要台外 然後飛來飛去 可是我心裡真的很滿足 因為很感恩真的很感情 很享受這一次跟大家那種 相聚的感覺對不對 每次跟他們這樣子都很開心 我來跟你說多少個通告好不好 大大小小從早到晚 將近190個通告 很厲害了 摩登天后也是體力天后 鼓勵一下 超人天后 那今天呢這個簽唱會 是你所有的分告當中 台灣的 台灣站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個 最後一站 要跟大家台灣的朋友 暫時先跟 對 暫時先做再見 對 然後Elma就要進行海外的宣傳 對 所以有人說不要了 Elma不要做了 不會啦 還是會 對 接下來有 還是會有很多機會 對 海外宣傳回來的台灣會再一波 對不對 那當然呢 提到過說這一次190幾個通告 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對 所以今天可以稍微告一個段落 喘口氣 嗯 所以呢唱片公司也說 喔天后真的太辛苦了啦 等要去度個假 喔 對啊 對不對 要去換假啦 所以呢要送上這份禮物 我們就麻煩我們一位 超級無敵 帥氣度100分的 I am a handsome boy 外國人要送上這一張機票 Bonjour Messi Buku Messi Buku Messi Buku We want ticket for you OK One ticket for you Thank you 喔 帥氣男模送上這個機票 是台北巴黎來回機票 然後呢 希望Elma在這個巴黎下行 麥克風獻幫你們兩位保管一下 謝謝 謝謝 當然呢這個法國帥氣男模送上 巴黎的來回機票 是希望 我已經秀到 阿達 欸 不過呢提到巴黎Elma 印象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我去過一次 然後那一次是跟拍雜誌封面 還有去看那個 一個神奧品牌的秀 那是在已經有很多個年前 六七年前 那時候就 只是有去上去一下鐵塔之後 然後就 阿達姐了之後 我就一直逛街 哈哈 然後我都睡到下午 然後 那邊又特別早班 所以我幾乎 該去的地方都沒有去 所以這一次我希望可以 把所有的博物館 藝術館 美術館 還有一些 古董店 跳蚤市場 還有一些小的 獨立設計師的一些 不同的表演工作室 當然還有去充電 想要去學東西 我覺得你這樣子感覺 一年才回得來耶 哈哈 沒有沒有我沒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會 對 讓拼命 都 對 都 萬選書不需要 所以我需要去充電 所以接下來下一波 再和大家見面 才會有很新路樣的刺激 所以希望利用這次這個花都假期 能夠感覺非常非常開心 興趣的讓自己 在浪漫的城市 對 所以會希望說一個人在路邊喝咖啡的時候 會有人過來再說 Bonjour 他說Bonjour 還要再一杯嗎 一定會 Bonjour小姐 可以一個人嗎 我說一哈 哈哈 可以看場電影嗎 還是跟我去羅浮宮 如果有人邀請你去羅浮宮 看摩娜莉莎 你會跟他去嗎 我覺得法國聽說自然沒有很好 所以應該不敢 所以小心回上啦 對 可是你真的真的希望這個Alba 在這次這個巴黎假期 能夠真的 就獨你所言 看很多的博物館 然後很多很漂亮的花園 很多這個獨立場台的設計師 很多的表演 你都能夠參與其中好 而且最重要是要恭喜你在這新年假期期間 你的專輯依舊不負眾望 五大唱片的銷售排行榜 持續冠軍 謝謝 要謝謝他們 要謝謝團隊 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努力的幫忙宣傳 對 所以呢今天這個Alba 將會在台上給大家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演出 所以這個祝福Alba新的一年 龍馬精神 謝謝 好不好 然後我們繼續身材玲瓏有志 我努力發你了還是一樣 對 然後我們龍年行大運 如果Alba新唸出的這個收到的這份 機票的來回大禮之外 好像你有準備一台機車 是要送給大家 對 也這次要真的很謝謝 光陽 Tinco Manny 就是對Alba 以及對Alba 各位朋友的愛護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抽現場 如果購買我愛我改版這張專輯 馬上就抽一台光陽機車 Manny 我代言了這一台 價值六萬六的機車 所以今天是人人都有機會 希望能夠從這個Alba手中 把這個歐多巴騎回家 對 當作開春的第一禮這樣 好 所以Alba人這麼客氣 我們要不要給Alba 再一點掌聲一下好不好 謝謝羅東天后 這麼大幫也謝謝我們的Tinco 那當然呢 等一下呢 舞台上面就要讓這Alba 開始為大家進行簽名時間 首先我們那個現場的屏面 還需要再補照片嗎 照片OK齁 好 如果照片OK的話呢 我們就讓這個Alba 再稍後準備來進行 我們的電子媒體的聯訪 謝謝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Alba這次跑了一百九十個通告 是不是前所會有的累嗎 這一次真的有拼到 可是甘之入民 因為成績真的很好 而且歌迷朋友大家 就是在年節的時候 又可以常常電視上 還是看來Alba 我愛我的不同歌曲 加上微電影的一百分的文 所以真的有讓自己的工作 就是超級Superman到 那我也很享受 剛剛外國人來抹送機票 給你們兩位心跳的感覺 沒有欸 真的沒有 我覺得他還 還蠻努力的 有盡力的感覺 就是好像他也是主持人的 對 他一直跟我聊天 我想說 欸 我不是要拍照 去法國的話 會不會吃人的東西 便宜 當然在一個浪漫之部 而且 他是一個很 很輕鬆 很有不一樣文化 以及生活步調 他可以就是 一餐吃很久很久 然後每一餐 都會聊很多不同話題 而且我就是想要觀察街道上 每個人的穿著 一順便可以去慶祝 可以拿一些表演課 可以跳舞的東西 所以如果這個過程 有一些什麼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 我也順其自然 所以前天跟太刀根 柯正哥們看電影 有兩個人有機會嗎 大家是朋友看電影 不要想認識 兩個人怎麼認識 所以就在一起看電影 共同朋友 認識一陣子 那被客人都會影響嗎 很好啊 大家不是對我看電影 所以有嗎 其實會有 就可能 對 大家不要想太多 就年節 大家朋友就在一起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真的就是肯定 我有這樣想去 就你跟他嗎 你跟他嗎 你跟他嗎 可以接受什麼 我其實在一個節目說過 我覺得重點是 愛情的心智 對 對 所以 其他我覺得 不是重點 都不合得了 不是重點 剛剛送珠泥棒棒糖 我怕大家在家裡都會在甜蜜 那就甜吧 那就甜蜜 不要帶太多回去會發糖 對 他真的有機會嗎 真的還有 不要再問這個了 大家就是朋友 所以怎麼那麼巧 早上有板麵 然後下午後有活動 就是有人 我沒聽就是指出 這個有點巧 真的 怎麼看 上帝是這樣嗎 我哪知道 我真的也不知道 就是大家朋友聚會啊 所以 一切都是 我也不知道耶 我還蠻想問你們的 所以跟特正龍是朋友怎麼樣 遺憾怎麼樣 會怎麼樣你的關係 是爸媽的關係 不知道今天是我這個改版的 改版全場 對 開城幾跑 然後又是我今天 最後一次在台灣的最後一個通告 所以大家就把焦點 放在這上面就好 阿瑪可以說如果開始之後的條件 你可能會不會弄得幾個 善良 孝順 上進心 我覺得這個是 是大家都喜歡的 女生都想要的 好 大家OK了嗎 好 謝謝 謝謝大家